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京西賓館宴議場 網傳集母去世 院士學者密集去世 黨員身份成標誌 中南海切火化專線 品而管成權力部門 政權陷入脊弱時刻 黃金時代已過去 中共宣布制裁余茂春等人 網友警告恭喜 共軍醫院深陷造假醜聞 被爆謀財又害命 23日 豹同女兒豹簡在推特發文表示 意外發現京西賓館三分一的房間 突然之間著燈很多日 然而按慣例 京西只有3月的兩會期間 和10月的黨代會才會有人入住 平日都是關燈的狀態 12月江澤民離世 著燈一個星期左右 今次又突然著燈很奇怪 聯想到兩日前有傳聞說 301醫院附近 塞車塞到水洩不通 覺得一定有事 據悉 被視為中共政治地標之一的京西賓館 屬於軍隊編制聚烈 是中共工程會議主要召開之地 也見證了中共的歷史危機 與此同時 23日 習近平的媽媽齊心離世的消息 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熱傳 有多位的大V也發佈了這個消息 但未得到中共官方的證實 還有消息指出 明天後日陝西惠南 應該會進入戒嚴 準備將王太后運回去 和習仲勳合狀 蔡奇將會擔任智商委員會主任 不過這個消息還有待驗證 網傳301醫院門口 在12月21日 被人封住了一個多小時 有網友猜測可能是有中共大人物 住了入去301醫院 目前301醫院官網是黑白的 12月23日 微博上有消息爆出 中共國三日內痛失7位院士 據悉 細刷之下發現 細者大多為黨員 據光明網消息 由12月開始 已經有10位中科院院士去世 只是在23日一日 就有3位 帖文當中還寫說 今年截至現在 有48位兩院院士離世 然而入海外媒體調查發現 他們當中大多數是中共黨員 另外有知情者透露 中國大陸疫情目前呈井噴息爆發 中共學者都摘堆病亡 據網絡統計 近一個月以來 中共多位的醫學大家因病離世 包括重症醫學的開拓者陳德昌 著名心胸外科專家李澤堅 封心免疫學的開拓者之一 蔣明等人 他們也是中共黨員 有證據顯示 其中 李澤堅、蔣明兩個人 都涉嫌參與活摘器官 網友還統計出 不但今年以來 也有98位老師離世 除此之外 中共官員也密集離世 其中黨員、袁國家體委副主任劉吉 是至今已知染疫離世級別最高的官員 官媒對此報道時 說因病醫治無效 但中經在線報道說 劉吉是因為感染新官醫治無效 日前 北京政法系統一位高級官員 匿名向自由亞洲電台爆料說 疫情早就爆發 北京醫療系統崩潰 大量退休高官因此病亡 據他所知 其中包括至少六位 被延級以上的官員 現今 因為疫情死亡的數目 令人參目結舌 不過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早在2020年3月 在李勝一民當中警示 現在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標的而來的 他是來淘汰邪黨分子的 跟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的 現在疫情不斷惡化 畢竟所有殯儀館都悶了 有疑似工作人員表示 病亡多數因為感染 有些殯儀館高價提供一條 龍火化服務 收價4萬元 而中南海死亡的高官 在白寶山殯儀館 就設有專門的火化渠道 甚至是設有專用的火化爐 有網友指出 現在的北京 每一萬五千元在手 很難立即去幫離世的親人火葬 只可以遙遙無奇去排隊 難而想像的是 有新之年還可以見到殯儀館 成為一個權力部門和尋租單位 火葬都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 這是一個腐朽制度的特點 但凡有一些權力和機會 就會湧現出一堆吸人血的馬黃 這是社會主義的獨特優勢 時評人李正歡指出 在中共體制內 高官和名人所享受的醫療資源 以及社會資源 是普通民眾無法所企及的 現在的體制內高官紛紛染疫死亡 說明了目前的醫療水平 根本無法應對這波疫情所帶來的衝擊 而這一切 中共就死死地隱瞞 不跟民眾說 經過這次疫情 連自由社會都看清楚 中共假、惡、鬥的嘴臉 中共殺荒、人民死亡成為名句 因此追殺中共、清算中共、解體中共 才是避免悲劇重演的關鍵 中共清零政策發生戲劇性的大轉彎 儘管有大規模的街頭抗議等的壓力 但更簡單一個原因可能是 政府沒有錢了 中共政權陷入了脆弱時刻 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彭博社報導 中國財政部公佈 自11月財政赤字創新高 達到7.75兆人民幣 三輛馬車當中出口 消費雙雙滑落 只可以靠政府投資在那裡撐住 而各省市的地方政府 就困住在債務泥潭中招頭難押 防疫三年 不僅是老百姓坐下山空 官僚利益也受到剝虧 據悉 政府主要經濟來源是房地產 11月中旬 中共中央發佈全面的指令 試圖請求房產行業 不過彭博報導 專家指出 當局政策支持的重點是 完成和交付預售房屋 留給開發商的新項目的 資金渠道是很少的 這種部分的救助 可能不足以去挽救它的財政危機 沒有房地產行業的支持 中國的高壓增長可能就會結束 有網友指出 防了兩年的房地產風險 然後又開始炒了 因為突然發現6個銀包 都是還有能力去繼續充當折盤盒的 民眾比他們判斷的有銀性多些 怎樣發現的呢? 11月份 住戶存款增加了2.25萬億元 同比多增了1.52萬億元 這個就是牛羊身上還有肉了 我們最大的問題 不是房地產的問題 我們不缺地 不缺樓 是缺了一些的良心 12月23日 中共外交部網站發佈了一份 關於對余茂春、斯坦恩兩人 採取反制裁措施的聲明 被指打擊報復 聲明當中寫說 12月9日 美方借西藏人權問題 對兩位中方官員進行非法制裁 對此 依據《反國外制裁法》第四、第五 以及第六條的規定 中共決定對余茂春、斯坦恩 採取以下的反制裁措施 並且由2022年12月23日起施行 首先 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 以及其他各類財產 其次 禁止中國境內的組織 個人與其進行有關的交易活動 最後 對其本人以及席系身屬 不予簽法簽證 不准入境 對此 余茂春發推說 今次再次被中國人民的敵人 北京政府制裁 是一種榮耀象征 願中國人民早日獲得自由 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同時 他還對BBC表示 中共所謂的反制裁 是向自己臉上貼金 一種非常絕望的做法 我是一個美國公民 在盡美國公民的責任 我不會停止我在做的事 然而 評論區多數都是對他表示祝賀的語句 有網友說 為中國人民而戰 為你自豪 還有網友激昂地表示 因為你做了一件他們非常害怕的事 推動美國政府和社會 釐清中共和中國 你是最有行動力的人 也有網友直言 很明顯 中共就是打擊報復 作為國內最知名的三甲醫院之一 閹軍隊醫院 近日 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 被爆出做假檢測假疫苗 12月23日 一段請設查西京醫院 甲乳外科虛假檢測的視頻 在推特上引起了關注 受害者描述說 2018年的時候 自己花費了一萬元的積蓄 去到西京醫院甲乳外科治療 然而幾年之後 病情就開始復發 甚至是嚴重惡化 當方查證之後才意識到 自己當時在這間醫院的治療是假的 推特上爆出的證據有三點 首先是經查實 該外科屬於無實體 無辦公地點 無檢測資質的三毛公司 其次按照規定 每個病人的病理標記 都應該有一個唯一的編號 憑號調取組織 但在檢測報告當中 根本就沒有填寫病理編號 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做檢測 最搞笑的一件事是 檢測報告本身是造假 西京甲乳外科的醫生 竟然按照這件事 給出了治療建議 同時有相關的專家指出 根據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範 任何的臨床試驗藥品開展 必須先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備案 但是該肿瘤疫苗 不單止沒有任何的備案訊息 還是處於臨床的研究階段 一旦兜售這種藥物制嚴重的違法 更加不可能高價售賣 受害者表示 自己曾經多次向空軍軍醫大學 以及醫院的相關部門交涉舉報 但西京醫院夾與外科主任寧帥毫不作為 繼續縱容手下的醫生欺瞞患者 同時相關的政府部門也跟他勾結 甚至有些媒體都受到了零碎的壓力 將改事件的相關片段刪除 另外有網友透露 西京醫院夾與外科 至今仍然欺騙百姓去做假的檢測 因此為了不用更多的腫瘤患者上檔受騙 亦都讓那些作惡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受害者決定站出來 將整件事曝光出來 關注這件事的推特網友怒批 現在封控解除 核酸檢測已經撈不到油水了 假基因檢測 續撈疫苗就成為了這些人的新濫財工具 真是無恥 還有網友呼籲海外媒體 為弱勢的社群發聲 曝光中共統治下的黑暗面 令到更多的人警醒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多謝你的關注 我們下星期再見 關注